活動防曬工作不能少 下午外出活動 尤其在山區的朋友 就要特別注意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未來的這個禮拜的天氣狀況 因為大家很多朋友 在今天的新聞訊息當中 也聽到了有些熱帶擾動 要有發展的機會 所以我們就來仔細解析 告訴大家 真正的天氣狀況 要怎麼樣的變化了 先來注意到 禮拜四 禮拜三 兩天的時間來說 山區的部分 會有午後真雨的出現 仍然中午溫度高 達到了34度以上的高溫 活外活動 還是要特別注意到 水分的補充不能少 但我們的天氣形態來說 在目前南海上面 真的有一個低壓 即將要發展成熱低壓 未來它會朝哪裡走 會朝廣東的方向移動 不過它逐漸在往北的過程當中 到了禮拜五跟禮拜六的時候 它開始要接近到廣東附近 那在這個時候 南方上來的水氣會使得 南部地區的降雨狀況 在南高坪 跟包含花蓮 台東的朋友 就會覺得雲層量來說 略為增多 因為南方雲系 將要逐漸的往北抬升了 那中部以北 還是屬於天氣晴朗悶熱 那高溫的部分 倒是南北有點不同 北部的高溫35度 到了南部地區 33度的高溫 兩天的時間來說 南北有點不同 但等到了禮拜天到下週二的時候 天氣狀況來說 北部跟中部地區會有 午後真雨的狀況 但是中部以南到東半部地區來說 就是有些局部性的 短暫僵雨的狀況出現 因為南方雲系的影響 那我們接著就來看一下 今天的下雨狀況了 今天的雨最主要在嘉義比較多 南投山區有 北部地區只有在新竹山區有下雨 往北就沒下了 往南的恆春半島 海面上有水汽進來 而造成了局部性的 短暫的降雨出現 從晚上的雷達上面 我們可以注意到 雲層的發展到了晚上 對流雲層已經在嘉義阿里山這裡 正在逐漸的消散當中了 所以到了8點以後 隨著地表的熱力作用的減弱 對流雲層也將逐漸的消散掉 山區的午後的震雨狀況 在晚上的時候 只剩下南投的山區 有一點點零星的一些 雲層的發展的降雨 但我們注意到 我們台灣附近的環境場 來注意哪裡 注意南邊 有沒有看到 有些水汽帶 正在逐漸的移動過程當中 進到了恆春半島 今天晚上倒是在恆春半島 就會有一些些零星的短暫降雨 在鵝蘭比跟包含了恆春症出現 最重要就是因為 這水汽移動的過程 經過了陸地了 但我們再來就看什麼 來看看這張色調強化的雲圖 雲圖上面先來注意到太平洋高壓 如果大家有注意到新聞 日本在說到 他們現在是蒙鼠日 因為最重要就是高壓 整個往北的方向移動 當高壓往北之後 在關島到菲律賓 這個區塊來說 你有沒有注意到 已經有一些大的一些低壓區 在發展當中 目前在呂宋島的西邊的南海 這裡有個小的低壓正在發展 這裡是大片的低壓區 這個低壓將會逐漸的 往北的方向移動 那水汽整個移動 會隨著太平洋高壓 比較尾度偏高之下 也開始逐漸的接近 到我們台灣附近的環境場 從動態的雲圖當中 就可以注意到 整個雲系的發展 南邊有低壓 目前的水汽的移動方向來說 會經過我們的太平島附近 它未來有機會發展 它也有機會成為 今年的第三號颱風 有機會 但是整體來說 等明天的時候 看它發展成熱低壓之後 整個移動的路線 跟方向來說將會比較明確 但以目前來看 差不多會在香港西邊 到海南島東邊的方向 往北走 進入到廣東的機率來說 是比較偏高的 這個系統 對我們沒有直接的影響 有些新聞講什麼 雙台夾擊 那個太過新聞聳動的用詞了 另外我們來看這個 在關島到菲律賓這邊的 菲律賓海上 這裡是個大的低壓區 未來在這個區塊來說 有機會有發展出來一個系統 那要怎麼形成的系統 我們就來看一下底面天氣圖了 地面圖上可以注意到 現在目前在台灣的 我們太平島附近的系統 未來會往北走 沿著我們的高壓邊緣的關係 它往北之後 會在香港西邊到海南島東邊 進入到中國大陸 那未來會有機會走 大概禮拜五的時候就會進去了 那在這個區塊來說 可能會有低壓系統發展 那我們用兩張地面圖來告訴大家 一個就是在7月1號 禮拜五的時候 禮拜五的地面圖上 可以注意到這個低壓系統 有機會發展之後 會往大陸的廣東走 另外在我們東邊這邊的低壓區來說 到了7月3號的時候 有沒有注意到 北邊有個小低壓 因為這個低壓 它會從琉球群島的 東南方的海面這邊 開始發展之後 往這個方向移動 之後會往大陸走 這個系統未必會發展起來 因為整個風場跟環境場來說 它會變低壓 但是會不會再成熱帶擾洞 甚至變熱低壓 那這還有待觀察 不過以目前資料來看 這到了禮拜天的時候 這個系統就逐漸往北了 另外我剛剛提到的 可能會發展成颱風系統 就進到了廣西的方向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到 整個天氣系統的變化來說 最重要就在於說 整個風場 我們還要看到整個未來的發展模式 不過以目前來看 兩個系統直接影響我們的機率來說 還是有些變數 因為最重要一點在於說 北方的太平洋高壓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今晚到明天的溫度了 晚上的溫度形態來說舒適 白天是一個悶熱的天氣 午後震雨 山區部分多 平地部分偏少 南部地區的話 要特別注意的是陽光偏強 而到了東半部地區 雲層明天下午以後 開始要增多 而到了外島地區來說 是屬於晴朗天氣 未來一個禮拜可以注意到 到了禮拜五以後 開始南方雲系往北台深 在南部跟東部地區的降雨 將要比較增多一些 而外島地區來說 都是比較穩定到6日以後 才會有午後震雨 小丁寧兩件事情要提醒 外出活動要防晒 午後震雨 山區行車要小心